中秋国庆假期,10月7日,记者实地走访了郑州市多家书店,发现假期期间,畅游书海的学生不在少数。 他们表示,书中既有黄金屋,也有解压场。 郑州图书大厦内,看书的学生不在少数,他们或做或趴,专注手中书籍,不时露出微笑。 今年刚上青年级的张婷婷告诉记者,书中却有黄金屋,经常看课外读物,让她在语文考试中受益匪浅。 语文都是课外的知识,然后我就写得比较好,然后才进了,实际上我进实验班也就是语文比较出众。 来到新华书店回生馆,这里除了寿书阅读功能外,还设有财经馆,绘本馆,玩具巴士,餐巴等特色区域。 丰富的配置,良好的环境,吸引不少读书者。 对学生而言,看完书,写写作业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我不经常出去玩,所以每天都来图书馆。 一般就是早上吃完早饭来,然后呢就是待到下午1点到2点多。 图书馆的书又特别多了。 然后呢刚才刚看完书,然后呢就刚开始写的业。 走进郑州收书中心铜百路店,一场精彩的英语趣味课正在进行。 该店主任黄博表示,国庆假期他们推出多项活动,激起大家的读书欲望。 十一期间,我们做的一些,比如妙语口才演讲公开课,然后少儿一女杀龙,手工亲子体验。 然后这些活动,也和活动的内容,也和我们的那个出售的,所出售的图书,都是相互有关联的。 这样让读者来通过这个做活动,对我们的售卖的图书产生兴趣。 今年上八年级的张童告诉记者,假期期间,每当写完作业,都会来书店看书解压。 学习完之后,能看文书放松放松,然后看一些课外的知识,然后对自己语文啥的,就是思维能力比较有提高。 然后学习起来,就学习有动力。